好 关注完研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公司的公告 首先就是世纪邮轮 它发布公告 巨人网络将借隔世纪邮轮实现A股上市 作价31亿元 公司股票今天复牌进行交易 另外国金证券也发布了一个订增的公告 它规模由150亿下调到了48亿 发行价格由每股26.85元下调为14.38元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大约是在3.34亿股